各位同心 我們再次以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平安 繼續訓導 劉王政官有什麼霸權 對他的領導人可以看出 蔣介石 他自稱為委員長 所以他一生都是一定穿軍服 軍裝 表示就是領導人 他滿有自負自信 那我們看 特別他有什麼霸權來開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 1941年12月7號偷襲珍珠港 秘書長形容說 奇襲不是偷襲 那實際上 麥克阿瑟在最近 解開他的自傳寫說 日本 奇襲我們美國沒有錯 大家忍住了 你平常要跟 國家與國之間的作戰 一定要先宣戰 那為什麼會奇襲 因為當初有一段的背景 從八國聯軍之前 然後一直到進入到中國 然後東南亞 幾乎都是白人控制亞洲人 所以日本他也擔心 整個都會被白人控制 這樣不對 所以他們自己在鄰近的國家 那當然日本是滿強悍的 不願意受別的國家的控制 所以唯一一定要打倒美帝國 他們承受美帝國主義 所以那個背景就是因為 很多白人會透過 透過宣教師牧師進入到東南亞 去傳福音建立教會 結果改變他們的文化 改變他們的語言 這樣也不對 所以他們也對教會有很大的反抗 這是我們讀教會的歷史 也有這樣的記載 那後來就發現說 唯有不讓美國侵略東南亞太平洋 所以我們唯一要先壓制美國 所以他去訓練感死隊 也訓練高殺義勇軍 這個高殺義勇軍真的厲害 等一下講兩個故事 看你們有多厲害 那按照宣戰的時候 12月8號就美國開國會 然後決定跟日本宣戰 那時候講的 8號幾點幾分都寫得一清二楚 我這邊沒有記載 你跟別的國家宣戰 你一定要年月日十分 都要寫得一清二楚 但是不曉得 突然來的一個姓蔣的 9號就他自己宣戰跟日本宣戰 他沒有講幾點幾分 只有在9號 9號的時候向日本宣戰 而且蔣介石這個委員長 他是以現在的行政院長的身份來宣戰 你知道嗎 行政院長可以宣戰嗎 只有總統啊 所以他也超越了總統 其實他一心一意 去想要整個中國的領導者 所以不管好壞 他多一次拼命去打擊對方 所以這樣的事情 他以為說 可以宣戰 所以他就自稱做一個跟日本宣戰 那第二個 以為說8月15號 日本無條件投降了 投降的時候 這應該是歸功我們中國人 所以不是有8年抗戰嗎 是不是8年抗戰 才3年多而已 不是8年 都是中國人在騙人 那中國有沒有打台灣 秘書長常常講說 哪一個打台灣 美國 是不是日本打台灣 自己人是怎麼不可能打自己人 那後來在9月2號的時候 在東京灣美軍秘書裡艦上簽署了投降書 而且這個投降書呢 實際上是戰爭停止 並不是說佔領結束 只有戰爭結束 只有戰爭停止而已 那因為1950年6月25號 這個有一個很特別 這個日子特別注意 在1951年 在1951年在12月的時候 本來周恩來派五修全 五個人 九個人小組 去抗議 到聯合國抗議 美國 美國侵略台灣這樣 然後 美國掠奪台灣 以這個抗議 來向聯合國抗議 最後 聯合國就告訴 告訴中共說 那你拿出證據 要拿出證據 要拿出證據 什麼都是要證據 結果一直到現在 中共拿不出來 所以他最後 在這個聯合國宣布的時候 才確定說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的命頭 第二個 也不是中國的命頭 好 我們再回到 剛剛我所講的 一個中國政策 至少有 我剛剛跟你們講 至少有五個項目 不要忘記 第一個就是 剛剛已經講說 台灣不是中華民國命頭 也不是中國的命頭 第二 這個都是官方文件 第二個 台灣 沒有辦法 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 因為它是屬於 日本天皇的所有權 那所有權 他不會隨便說 既然 日本在 舊金山和平條約23條那邊 第二條先放棄 台灣澎湖 36個群島 那放棄了 然後 因為 這個放棄 日本政府是 天皇委託人民組織的一個政府 這個現在的日本政府 而不是大日本帝國 那大日本帝國的整個領土是 今天日本政府是 只有四個島 就是 現在日本的 本州 四國 還有什麼 九州 反正有四個 這個現在日本的 那另外 台灣澎湖 在日本天皇的所有權狀 第一個是 流球 日本天皇的所有權在 這個台灣澎湖也是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也在韓國的 被韓國占去的主島 然後被蘇聯占去的北方四島 這整個都是大日本帝國的 仍然 這個所有權狀 仍然握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所以今天 還沒有完成整個規劃為大日本帝國 因為 現在日本天皇被懸置在空中 因為被美國打敗 那現在日本政府是放棄台灣澎湖市 秘書長講過了 放棄什麼 管理權 管轄權 哪聽 命頭是領土權是在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喔 日本天皇 好 那所以這樣整個呢 那另外 另外一件事情說 好 既然不是 台灣沒有辦法台灣獨立的話 那第四個 那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最後 台灣雖然是沒有定位 要以國計華來定定條約 其實 其實 這個就是給台灣人的伏筆 大家都說 台灣是 各國國際的孤兒 好像沒有定位 這個就是台灣獨立 最喜歡講的說 台灣既然是沒有定位 所以 我們按照聯合國的七十三條 記載 人民有自主權 人民有決定自己的決定權 所以台灣獨立的人呢 用這一條 一直在 一直在 遊說 所有台灣人說 我們應該 有 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實際上 美國知道嗎 知道得清清楚楚 因為 中華美國 台灣不是國家 不能獨立 因為 所有館在日本天皇 除非 日本天皇 他們有 日本的 台灣分立條款 也要經過國會 也要經過 日本天皇的首肯 才可以定定這個國際 他們的自己的 憲法條約分立 以後呢 讓台灣自己 你們自己獨立 才有機會 那這個機會呢 要到幾年 沒有人敢確定 所以都說 好 你看 五六十年 六七十年 民進黨 台連黨 整個都說 台灣應該是獨立的 台灣出現獨立的國家 不是獨立的國家 是怎麼不可以 進入聯合國 沒有辦法進入到聯合國 也沒有辦法進入到國際組織 因為 你不是國家 我中華國 我也 今年十六次 今年十六次 進入到聯合國去 加入聯合國 我去兩次 我也在那邊 加油 那時候 以前台灣獨立很強 我們做牧師也是台灣獨立 非常強 然後 跳舞 嘿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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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我們說加入聯合國 建築物 聯合國的建築物 也沒有任何聯合國的人來招待 來接台灣 沒有啊 我們就在那邊 集圍 自己送 自己跳舞 奇怪 這個就沒有辦法 是因為 不是非王國 也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 未定位 真正的未定位 是 美國很清楚 實際上 今天台灣民政府的存在就是 讓台灣進入到國際地位 什麼 正常化 正常化 國際地位正常化 日俗美戰 因為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的所有權壯 我們的台灣所有權壯 在日本天皇 很清楚 只不過現在還在日本天皇 在懸置掉空中而已 誰要來解決 就是台灣民政府 跟美國日本 所以我講得很清楚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秘書長 真的很厲害 智慧高超 教醒美國 牽動日本 教醒日本 牽動美國 所以他們才有 日美安保條約 範圍呢 台灣澎湖也包括在內 當作安全的範圍之內 所以美國就進入到 我們新竹武豐鄉 泰兒竹的傳統領域 那邊有一個 樂山基地 東南亞最強最高最精準的 反飛彈雷達 所以他已經保護了台灣 是因為他要盡 戰爭者 征服者 佔領者的責任 所以他 美國是主要的佔領權的國家 當然他有權力保護 然後23條 還有第四條裡面 舊金商和平條約 裡面講得很清楚 那這個台灣呢 是給美國有支配權 分配權 處分權 只不過暫時給 蔣介石集團 蔣席 侯儀官立 拿著 是受委託而已 是站待者而已 那只不過現在 在美國等待我們民政府 是不是成熟度 到了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參加訓練 就是我們增加人數 四千萬 即就四十一萬的 成分證 成分證 看起來好像蠻遠 但是四千萬 已經差不多進入狀況 所以我們都是在這裡 來著作爛台灣的歷史 所以你當一個著作者 你是用生命的眼光 著作台灣的歷史 你是用生命的價值 你用智慧的眼光 來著作台灣的歷史 讓那個中華民國 扭曲我們台灣的真相 但台灣的屬性 改變做 真正回到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你有價值嗎 你有價值嗎 你有價值嗎 有 這就是生命的價值 一個人生命的價值 就是在這個地方 我在議員內閣講了一個歷史 有一點我要重新提出來 什麼是歷史 歷史 歷史不是只有過去 孫子還是人 歷史是人對孫子 對當時的社會還是政府 有罪有價值的事情 做更有價值 而且貢獻社會 福利政策 而且非常公益和平 讓這個社會過得更好 這個才是歷史的價值 所以今天歷史 中華民國改變為扭曲 壓制 像颱風一樣 給我們拉來拉去一樣 社民都覺得說 這樣不好 一樣 國民黨也是 給共產黨 管理也沒關係 他們都沒有那些真正貴賊的存在 無策工 這樣無策嗎 對 無策啊 家在有什麼 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樣鼓勵自己 你我倡務 這個貢獻的貴賊 這個是人生最有價值的 所以我們參與這樣的訓練 那原來蔣介石 除了他自己發佈自己以外 他應該受美國委託 按照戰爭法來成立民政府 平民政府 人民政府 那我們簡稱是台灣民政府 但是沒有做 只做什麼 台灣行政長官公署 這個就是 最後改為台灣省 那原來台灣省 他們要廢掉 本來李登輝總統 中華民國的總統 李登輝要改為 整個的事實說 這樣台灣省不是中國 所以要改 所以把它廢省 這個美國就干涉 不行 不能改 除非是動省 那動省的意思是說 後來有那個機會 後來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成熟的時候 成熟的時候 就可以代替 這個本來要定的民政府 但是蔣介石呢 他不做 而且他做了 這個軍事政府他做了 什麼呢 改為警備總部 專門抓人的 恐怖 擺設恐怖 黑色恐怖 黑洞恐怖 都來 全部都活在我們整個台灣人民的恐懼的生活中 所以這些都是以為自己成為 蔣介石自己做個人主義的 所以他以為他是真正的領導者 為的是說要預備再收回中國 其實第二第三年 美國已經告訴他說 你沒有辦法 在第三次 在我們LINE 每一個同行 彼此LINE的時候 有一個影片 那在蔣介石秘密 在山峽 山洞裡面 那邊秘密 做第二天的 最後一次的反攻大陸 結果第二天 要準備出發的時候 美國就播放 前一天 蔣介石他們一百多位 一百三十多位的秘密會議的人 的聲音 還有他們記錄的 全部都暴露出來 蔣介石都嚇一跳 怎麼給美國知道我們這個秘密的會議 所以最後一次的反攻大陸 從那時候就切斷 就沒有辦法 反攻大陸 是因為 美國本來就是整個征服了台灣 只不過委託蔣介石 結果蔣介石不聽 他自以為真正的領導者 要收復中國 他夢想已經破掉了 不但破掉他的孩子也 肚子也破掉了 當然這些是不是有影響了有人不同的解釋 好 那這一段的時間呢 我們看看 在 10月25號 他們自以為光復節 那在一個中國政策裡面 他也講得清楚 台灣 沒有光復節 因為中國 沒有進入 沒有跟台灣人作戰 沒有作戰 你怎麼會有光復節呢 你怎麼會勝利台灣 這個八年抗戰 我們勝利了 所以我們也打倒了日本 掠奪了我們的國土台灣 所以我們就光復了 所以光復節 有光復節嗎 有光復節嗎 沒有 沒有 口復 就像五鳳故事一樣 五鳳故事 五鳳同像 五鳳當南投市市長的時候 也被我們幾個牧師拉倒 五鳳同像 裡面有家人 不好意思 假如在座有嘉義的人 這個五鳳不是你們的神 不是你們所製造 是中國人製造 捏造出來的 所以讓高山主 讓高山人 讓原住民殺截人 不會出草 殺頭 所以用五鳳來代替 還騙人 都一直在欺騙 捏造 很多的故事 當初 我們看當初 中國國民黨 蔣介石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台灣的時候 這個是公教公務人員 這個是 好像在台灣那裡 不是在中國 在台灣你看 江蘇省有那麼多 一共有五百五百四十八個人的公務人員在台灣 那台灣人幾個人 八個而已 這樣考慮嗎 真的是遏止到極點 整個都是中國人霸佔 難怪高階層 從任何的公司 但是 國營業 國家營業的整個大的公司 都是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 他們自己中國人 這樣不怪 讓台灣人 很可憐 那不要想 不要想高砂主 高砂主 門都沒有 只有 閉在山上 抓山豬 不過今天山豬也很聰明 我們抓山豬的時候 以前釣得很快 今天好像大學有碩士畢業人 因為他看 一聞到有鋼絲的味道 他就 他用 把它移開 所以就沒有釣到 所以我們以為說 釣到了 一看 奇怪怎麼會在旁邊 結果有一個年輕人說 啊 這可能是大學畢業的山豬 猴子也是一樣的 他也會 填飾 會丟來丟去 哇厲害 這個現在 那今天都是這樣的危險性 那今天中華民國 他用黨紀來掌控整個 他們的黨員 我們知道最近 也不算最近了 去年八九月 他們證 自己國民黨的事情 那 連族權方面呢 本來有幾個高砂族說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語言 阿美族的話有阿美族 無論的話就無論 我們答案就答案 但是他們 結果都 地方法院說 無效 沒有這樣的權利 那今天 假民主形象 以前選舉更厲害 在高砂族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投票率很高 是真正的投票率很高嗎 我告訴你們 我們山上的 在山上已經跑到山上 選舉都不屑 我們不會下來 去抓山豬更好 因為抓山豬 然後烤肉 烤山豬很胖 哪裡為了選舉 跟我們無關 但是百分之九十五是 高砂族 投票率很高 結果發現是什麼 他們用手指頭 倒來米花壽 收花米雷倒 倒來米花壽 用手指頭 來去蓋那個 票 票根 我們沒有親自去 是幫 選物人員幫我們 倒來米花壽 收花米雷 所以難怪說 高砂族 原住民是 投票率百分之九十 還便宜 這是中華民國的二指 這些都很難去 你看 酸苦的事 痛到這樣好不好 好啊 來酸阿扁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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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得要命 你看這些都是荒唐的選舉 這樣的選舉 一直到現在 台灣人不要說 柯批已經當選了 然後整個 當然他的作業 也可以按著他們的作業 做的進行更好 他不是說啊 什麼要打掉嗎 忠孝 忠孝悉露 口口聲聲 一定要打掉 一看 喔 不是喔 喔 而本來說 全部都要做他的方向 結果他還是要做考驗 那這些都是因為他們不知道真正的選舉 原來他們有自己的掛鉤喔 好 這些都是最近的喔 那其實回顧最先的中華民國 呂元宏復位中華民國大總統的時候 因為要解散 解散以後要復會嘛 那復會要選總統人數 沒有達到五百八十六個人 達到這個法定人數 結果呢 這個總統候選人曹坤呢 公然發給各議員五千 五千塊不少耶 那不怪耶 頭一次就已經會選了 那會選到現在 那我們真的不怪他 因為從開始就會選到現在 所以有的人說現在是會選憲法 一樣呢 你憲法都要去修改的時候 都要經過他們自己各議員的利害關係嘛 對不對 都是自己各議員的利益 還是自己各議員的利益 這個都是真的不合法 那特別EKFA EKFA 你知道福茂 貨貌 以為是真正的民主 有聽到沒有那個福茂 雖然沒有雖然沒有通過 但是他們私底下就已經進行了 給那些花蓮的專門賣地瓜啦 地瓜薯啦 蕃薯啦 或者是花蓮薯 對不對 這個金馬 正最大的公司被中國買去了 所以中國人一去一到花蓮 他不會到高砂豬 也不會到台灣人賣的花蓮薯的公司那邊買 他們到自己投資的公司到那邊買 那對花蓮人有利益嗎 沒有利益啊 所以福茂雖然說沒有通過 貨貌沒有通過 也是已經做了 你看中國的大學生本來要規定說 要等到條例改以後 中國大學生可以進來 結果不但還沒有通過就進來了 而且給他們每一個月有津貼 有的津貼一萬塊 有的學費幾萬塊 那台灣人有嗎 沒有啊 那我有一個福茂 福茂方面是 有沒有聽過 六百萬他們來到台灣 買這個投資這個六百萬的時候 可以帶三個中國人 三個自己的親人 四年之後 可以申請中華民國身份證 四年喔 所以四年以後 假如讀到三個 可以參加嗎 可以啊 因為他們有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好六百萬 我們上過 我們算過六千億的話 那有一百二十萬的中國人 在四年到十年當中 就進到台灣 一百二十萬喔 甚至進到 那是投資總共 total 六千億 那就至少有一千兩百萬的中國人 來到台灣 在四年到十年的中間 可以提到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證 那他們可以參加選舉啦 這樣算過一百二十萬 哇 這樣吃夠夠 但是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有機會嗎 當然沒有 因為 為什麼 台灣民政府嘛 台灣民政府嘛 這樣夠勒 所以 誰能夠做更大的這個歷史的工程 就是你 我 大家參加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真的很感動看到各位 我是1911年進入的 然後我去 我們去年去美國 不是有叛徒的嗎 有聽到嗎 有叛徒的 我們四個人 我是其中的一個 四個人 我們跑回來 我們先跑回來 跟秘書長夫人 近前 新聞還是洪霞 還有告訴我們說 啊 秘書町的夫人是中國特務 中國派的特務 然後他們說 高沙主主席 亞富 就是我的名字 也是中國間諜 那去年我也從美國回來 我又去日本 我又回來 假若真正中國間諜 那我不必在你們的面前 用 奇怪 這個都是他們叛徒在那邊 所以今天 美國最 傷腦筋 而且是沒有可思議的 奇怪 你們選舉 候選人得到5%以上的門檻 一票 這張30塊 政黨50塊 哇 那麼好 難怪 馬英九 快700多萬的票 那30塊 321 2億多 那政黨 那更多 那不怪 大家喜歡去選舉 民進黨 一樣 因為民進黨是中華民國民進黨 所以這個都是 你看這些都是湯屋 到最後都沒有事 因為都是他們自己的法院 這些都聽過了 假如有看報紙 你看 勞工 農工 農人 和工夫 終身領了 至少他們兩千萬 那勞工呢 辛苦 那天辛苦 不知道好像 不知道有夠兩百萬 但是民進黨 這個都會打掉 農民 成為 就像一樣 公教人員來看 真正提升到我們的生活 所以 必須說 假如你喜歡台灣獨立的話 好啊 台灣獨立 你國防預算 你買啊 你軍人 你養 然後整個都花了 要花多少 今天 這一兩年 都是將近兩兆呢 稅出啊 要支出的兩兆 那當中有五六千億是 國防預算跟外交預算 美國親自佔領以後 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 我們台灣民政府執政以後 這個五六千億就 一當限了 就不必花了 就放在福利政策裡面 所以我們台灣人以後 為什麼秘書長說 國小 國小喔 國小喔 國小我們弟弟在那邊 國小二年級 我剛剛跟那小朋友說 你幾年 他說二年級 澳拜 國小到大學 就免費 因為 不是沒有錢 就是被中華民國撈得 已經不但乾了 我們的血還要再給它吸乾了 還好 五兵敬乎 所以這些都是你看 整個 不只是這兩個人 到最後都是五罪 你看有 在賽德克巴萊親近農場 南投那邊 李宏妍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那邊有一百三十五家 有一百一十二家不合格 幾家 四家而已才合格 然後 整個現在的貪毒呢 這邊都有判刑 到最後出議以後 他可以自有 這個是美國人 那馬政府也沒有辦法 給他控制 那這個也是說 他們自己的 自己家裡的人 你看 中國人退 退無將軍 他們一共 他們一共 花了多少的幾千億 然後 終身獎金三十年 吃掉六千億 這個是現在算的 那時候算的 現在可能不止了 這些 還有上將村 每瓶一百萬賣 本來上將村是每瓶八萬塊 拿中了 再賣出去就變成一瓶一百萬 好幸福 你看這些都是蠻可憐 都是土地自己中國的軍人 難怪有那麼多豪宅 但是我們高沙族那邊也很多豪宅 我們的豪宅是空氣的豪宅 很多平地人都到山上 去山莊去看 有沒有去過司馬庫斯 尖石鄉司馬庫斯 我在那邊待過四年多 我們做了共同經營 然後現在都滿 還不錯 假如你們有機會去看一下 所以他們說 哇列島 你們住得那麼好 我說不只藝 是比平地的豪宅更豪宅 我們簡單 但是空氣是買不到的 所以以後我們好好整理 我們整個 無論在平地也好 山上也好 但是秘書長說不能貪 不能貪 變形 好這些都是他們現在的 後庫 你看 18%還有半價 健保免費 你們知道健保免費 有身分證後面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右上角 你們有看到嗎 有 那個都是記號 好 好 這些都是他們自己的後康 好 剛剛所講的這個簽訂協議書 那中國為什麼不鳥 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所以他不屑 那當然他會安靜 會聽台灣人的聲音 但是只有做條約 根本不是 這協議書而已 不是真正國際條約 因為台灣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不能一個國家和不是國家來做國際教育 不能訂訂 不能簽訂 這個很清楚 結果台灣人知道嗎 立法院知道嗎 博士知道嗎 很多人不知道 只有到我們這邊 才可以慢慢知道 我以前對法律對律師都不知道 做牧師很單純 最高的數量 但是來到民政府的時候 啊 這樣啊 這樣好 得到更大的 我自己更覺得說 嗯 這樣才是真正的搞殺人 不是殺人的殺 真正爛台灣人 這樣 有一段時間 國民黨也已經進入了基督教教會 也進入到佛教 很多的寺廟 對不起 假如你們有在住室的話 很抱歉我說這樣 但是有很多住室的人 都是幫派蠻多 民政府執政以後 秘書長說 這個住室呢 不是住在社區的人 一概 沒有資格做住室 這樣好嗎 因為幾乎都是外人啊 都是很多都是 幫的什麼道啊 百道的什麼都來了 但是假如你自己社區的人 一定親手自己親人啊 哇 這樣大家和和氣氣 就不必為了錢在那邊爭權獨立 好 那以前台灣基督教老教會是對 這個台灣獨立 成為性而獨立的國家 但是實際上 我們還是要面對現實 不可以獨立 所以我跟幾個牧師談 沒有辦法獨立 因為你這個權利不是我們人民的權利 結果有的說 是高沙主啊 高沙主才是台灣的主人 騙笑 部落之間都沒有辦法和諧了 你怎麼會 族群跟族群都沒有辦法和諧 然後一個族群 然後他自己的主也沒有和諧呢 部落跟部落也沒有和諧呢 你怎麼會帶動整個台灣 你是台灣的主人 所以我說 在開玩笑一樣不必說出這樣的事情 所以要面對現實 改變事實 改變今天中華民國 唯有趕出中華民國 才是真正的唯一一條路 那在2000年的時候 去年 他們張老教會 因為我也是張老教會的牧師 他們比較喜歡姚家文 還有他們自己的秘書 談論這個獨立建國 我說你們自己在那邊說自己爽自己 那真正的依法 那真正的依法 也沒有辦法推翻中華民國 你也沒有辦法推翻中華民國的憲法 沒有辦法 唯一的就是說 離開這個體制 進入到國際法戰爭法 這個才是唯一的一條路 結果他們說 你們在說夢話 不曉得哪一個說夢話 好 最後就是我們現在都是要建構法理台灣 這個就是我們要回到國際地位正常化 那台灣民政府給我們活路 好 那什麼活路呢 做了偉大的工程 我們TCG的身份證 不是用the people on Taiwan 跟那個the people of Taiwan 大家都清楚了 這個分別 那我們在民政府裡面 都可以分享很多不同的學習空間 生命長存的領域 然後社會事實以公正 我們進入民政府的時候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工作 讓社會有快樂幸福的盼望 而且人權福利都平等 那大家有一個準則 然後進入到國際地位正常化 其實除了地位正常化 這個才是最重要 秘書長講的 讓我們台灣民政府 進入國際世界的時候 也要貢獻給國際 不要只有我們得到福利 應該有機會貢獻給所有全世界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那當然我們也不必談那麼多 你們自己在新台灣 台灣論還有你們的手中很多的策子 這邊都講得很清楚的國際法 還有在佔領法的規定 這個佔領法就是不能把當地的人民 佔為己有 應該要給他們生命財產的保障 而且這個都是以海洋公約 日內瓦公約第四 這些都是國際法所承認的權威 第四十七條說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台灣人 中華民國來到台灣 渡夢的人 變成豬人 這樣合理嗎 像我渡夢的人 我是雅夫 渡夢到你們的島 渡夢到你們的島 渡夢到我的生活 我的困境 過四十年還是三十年之後 我也可以決定你的土地的所有管 我可以決定你的島的所有管 這樣有合理嗎 當然沒有合理 這個是最清楚 平常邏輯就可以看到 所以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中國人殖民政權 渡夢到台灣 怎麼到台灣人主人 沒有這樣 台灣人有主人嗎 像台灣民政府 台灣人主人 別人說 我們在中華民國裡面 可以改變 你在父母親的面前 你要改變父母親 不可能 你要改變父母親的想法 你要改變父母親的身份 你要改變父母親的生命 這樣有合理嗎 不好嫁 這個都是不好嫁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做了這個最大的 那還好有這個國際法 就經商和平條約 給我們真正的保障 所以我們做任何依法行事 這個法不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不是喔 是國際戰爭法 萬國公法 古金沙和平條約 日內華海雅公約第四 都是國際法律 這個不是個人在那裡 不是個人做的 是全世界成人的 結果他們還是不屑 結果他們還是不屑 國民黨不屑 台連黨不屑 民進黨不屑 當然不屑 對嘛 因為他們不屑 他們不屑 因為他們不屑 他們不屑 對嗎 有我們參與今天 高級班 希望能夠繼續 在用你的生命 我們的生命 一起來推動 這個最重要的 日數美戰的一個工作 這回到 那必須定讓我們 但整個 我是真的佩服秘書長 他能夠控告美國 欸 一個人控告美國 你有權 你有事 你何德何能 怎麼會控告美國 全世界有沒有 全台灣有沒有 像我們的秘書店 我們有 我們幾個牧師在談說 有啊 我們台灣有 法學博士 既舊四百 你們只有一個 你們只有一個秘書店 你們的秘書店 怎麼可以勝過我們 中華民國四百多個法學博士 我就跟那幾個牧師說 憑良心來講 這個四百多個 大部分都是為了 蹦 我不要說蹦燙 我自己的放完 他自己會改變 會 會 嗆瞎他自己的學校嗎 你一嗆瞎 你就沒有教職的權利了 所以這樣的事情 剛才有難秘書店 來牽動美國 牽動美國的法律 跟司法院 在法院當中 到最後 連美國的司法 承認林志森博士 他所控告的 就是 真正確確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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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依法來訴訟 所以判決書說 這個政治戀獄當中 然後你們國務院要幫助原告者 所以我們在等 為什麼有的說 那麼久 到底什麼時候美國來 什麼時候我們要執政 那麼多人 我們的信者說 奇怪你有參加受訓 到底什麼時候會執政 看都沒有 你們去花那麼多的錢 在那邊 又給詐騙集團 我們說 他們說我們是詐騙集團 然後你被騙了 你們幾歲 你當被騙了 所以這個都很清楚 我們沒有 我們不是兩三歲被騙的 我們是整個看見真正的存在 好 這個是好多年前秘書長的相片 無言倒 不過我看他很辛苦 我們兩三年前 我們最先是睡通鋪 我會跟秘書長一起睡 我就跟秘書長說 你在背台灣的十字架 這個秘書長說 亞夫 不是我沒有資格背十字架 十字架只有你們的耶穌背十字架 我說不是 那是耶穌是整個的 但是你是台灣在背十字架 這樣給秘書長這樣辛苦 是不是我們要分擔 他們會背台灣的十字架 這樣好嗎 好嗎 不要讓秘書長擔當那麼辛苦 我們參與就是也分擔他的辛苦 不是為了 自己的秘書長 是為了我們全台灣 好 這些都是證據 然後我也 這是我們 去日本的時候 我不在 大概是在後面 矮矮的那個 好 這個都是 你看 假如說 美國就叮嚀中國說 你假如進攻東南亞的一個小國家 菲律賓 日本 越南 我要公布海外你們的高官的財產 而且要凍結 然後你們的護照官員名單都要公布 然後家屬名單 還有公布洛杉磯的二奶村 奇怪 奇怪 難怪中華民國的也有跑到中國的幾奶村 都有很多奶村 但是爛台灣民建復的時候 這個就沒有了 休想 好 希望 這是安倍晉三 他們也 我只剩下一分鐘了 這個史懷澤 他到非洲 因為他的奉獻影響非洲的 那今天林肯總統 他黑奴解放 這個制度他也被解放 然後 那今天都是說 啊 中華台北 都是錯亂我們的身份 那我們這些都要改掉 所以 在美國前國務卿說 台灣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個都是他們的官方文件 最後呢 我們自己 這個是平潭島 他們 阿米斯也去了 去個 阿美族的 這個是阿美族 這些護照都是變成 你們 報稅喔 你們趕快去報稅喔 我要交給美國 好 謝謝大家 辛苦大家 希望 這一段的時間 你們回去 你們特別是年輕人 FB 都把你們所知道的 就傳過去 讓你們的親朋好友 也參與我們 來一起為台灣 真正的歷史來奮鬥 多謝各位